寒假快要到了 東森新聞特別推出了 我的旅行日記單元 要帶您全台灣爬爬走 在今天來到了台中 想吃什麼玩什麼呢 在市區裡頭的新興景點 就是在七齊的豪宅區周邊 獨特夏凹市的 這個叫做秋紅古公園 或是台中市唯一僅存的 日據時代武道館建築 這邊的古色古香 很多人都說來到這邊 感覺上好像到了日本一樣 台中市唯一 台中市唯一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市政府 到底台中哪裡好吃 哪裡好玩 我用這一台相機 帶您記錄台中的一字遊 趕快出發 GO 這第一站不是我在說 真是正點 說是台中市的桃花園 一點也不為過 秋紅古公園 就在七齊的豪宅周邊 占地三萬平方公尺 就像個小小山谷 還有個景觀餐廳 由上往下俯瞰 這一片綠意 三個字形容美呆了 哈囉 我在這裡 其實秋紅古廣場 它是一個夏凹市的公園 而且我現在就走在 這個水上步道上面 感覺很像走在湖面上 非常的特別喔 漫步其中拍拍照 欣賞美景或是這碎石步道 誰能想得到兩年前 這裡還只是個荒蕪的大水坑 如今搖身一變 不僅變成了新興景點 還兼具生態製紅功能 純日式建築 嘴裡一口茶 配上一口點心 抱歉 抱歉 這裡不是日本 這裡也是台中啦 第二站行務所延武場 這更是市區僅存唯一的 日劇時代舞蹈館建築 但說到練舞 如果你在這邊 除了看展覽或是拍照片之外 還可以像我一樣 提前申請來上劍道 沒有三兩三 不敢上梁山跟著熱身 應該也是有模有樣吧 但接下來可要玩真的了 因為屬於歷史建物 所以一般觀光客 可不能隨便進入的喔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還能寫張木質明信片 許下願望 但走著走著 肚子好像也餓了 香草加牛奶 我好像聞到幸福的味道 這一間已經有 五十二年歷史的老房子 過去幾乎變成廢墟 但拉皮再翻身 現在一共分租給七間店 賣冰 賣蛋糕 也賣咖啡 變成下午茶天堂 小店的Panatone加冰淇淋好了 主要的用意是希望把那個 幸福感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那個 讓大家都能夠很開心的吃到 各式各樣不同的甜點 下午茶新地標 簡直快被甜點給淹沒了 再來複習一次吧 來到台中 閉玩景點第一站 綠意盎然秋紅谷 第二站日式風格演舞場 最後最後下午茶聚集地 通通給它吃上一輪啦 我的旅行日記 用照片拼湊記錄 寫下完美 YA